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600万人处于冬季恶劣天气警报之下 在俄勒冈州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塌造成三人死亡 尽管全美大部分地区周四的气温没有前几天那么低 依旧寒冷的冰雪天气还是给超百万的人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挑战 例如周四下午到周五早晨的高峰时段 芝加哥地区预计将迎来高达四英寸的降雪 同时动雨可能给天纳西州的孟菲斯和纳什维尔带来极其危险的驾驶条件 预计到周六结束时 大西洋中部大部分地区将经历小到中度的降雪 其中费城可能迎来五英寸的降雪 纽约市和波士顿分别可能有四英寸和两英寸的降雪 与此同时 纽约州水牛城的降雪并未减弱 预计周四降雪量将达到十英寸 周五降雪量将达到四英寸 此外周三冰冻雨雪袭击了太平洋西北地区 导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公立学校在周四仍然关闭 波特兰消防队员提醒居民特别注意树木和电线杆 因为积雪和积冰可能会导致他们倒塌 甚至可能造成伤亡 当天一处倒塌的电线杆砸中了一辆SUV 导致车内三人遇难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四号人物 纽约州众议员斯蒂凡尼克 将于周五晚上在新喊布什尔州康科德的竞选集会上 与前总统川普一起亮相 斯蒂凡尼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他参加集会的计划 这是斯蒂凡尼克第一次与川普一起出席竞选集会 川普正在努力赢得新喊布什尔州的初选 他的出现也正值有传言称 他是川普竞选搭档的潜在人选之一 斯蒂凡尼克是第一批在2022年11月总统初选当中 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之一 当时川普宣布第三次竞选白宫 据消息人士透渡斯蒂凡尼克被视为川普的忠实盟友 最近斯蒂凡尼克呼吁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海利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退出总统竞选支持川普 他在一份声明当中写道 我呼吁所有其他参选人 所有没有机会获胜的人退出 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起来 立即团结在川普总统的身边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百分之百的资源 集中在击败拜登上拯救美国 去年12月斯蒂凡尼克罕见的赢得了两党一致的赞扬 他质疑顶尖学校的校长们 为什么还没有对使用仇恨和暴力语言 攻击犹太人的学生和学生团体进行惩罚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从达沃斯全球峰会返回时 由于他的波音737专机出现严重故障 而被迫换飞机返回华盛顿 在结束达沃斯全球峰会一天半的会议之后 布林肯和随行人员于周三在苏黎市登上了这架改装之后的波音737飞机 但在他们登机后不久飞机就出现了问题 一行人被迫下机 报道称飞机发生了氧气泄漏的严重故障 据报道布林肯转而乘坐另一架小型飞机返回美国 而旅行团当中的许多人现在将乘坐商业航班返回华盛顿 布林肯专机故障是对波音公司已经严重受损声誉的最新打击 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客机起飞之后不久 发生门塞炸断事故导致机舱侧面出现一个大洞 幸运的是洞口旁边的座位上没有乘客也没有人受重伤 但该事件导致所有737 MAX 9客机暂时停飞 发生事故的阿拉斯加航空的飞机是737的更新版本 比布林肯出现故障的飞机要新 后者是一款为军方使用而改装的旧型号 但737的较新版本737 MAX早在本月阿拉斯加航空事件发生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737 MAX于2018年在印尼和2019年初在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两起坠机事故 导致346名乘客遇难 并致使该机型停飞20个月 以等待波音解决导致坠机的设计缺陷 近年来波音还出现了质量问题 导致787梦想飞机的交付停止 而其777客机也因曾一起发动机故障事件而被暂时停飞过 杨子健身法拉盛首家顶级华人健身俱乐部 38大道云缅街交界处会员免费停车3475565391 事件聚焦眉东 据纽约警察局一名高级官员称 据信在皇后区制造了一系列无端持刀伤人事件的男子已被拘留 周三晚上警方确认嫌疑人为杰曼利格尔 警方在发布了嫌疑人监控录像和照片几个小时之后 发布了逮捕消息 警方表示 利格尔是布鲁克林伍德霍尔医院的一名员工 在监控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他带着某种类型的挂绳 可能上面有某种身份证件 但警方无法确定挂绳上写的是什么 警方称这名男子与过去九天内发生的几起无缘无故的持刀伤人事件有关 他涉嫌在过去两天在皇后区用猎刀随机刺伤了四人 自1月8号以来共刺伤了五人 其中三起事件发生在周三 前两起持刀袭击分别发生在早上7点30分和7点35分 地点分别是134大道和161街 一名74岁的男子在护送妻子上班时被刺伤了下腹 嫌疑人随后跑到161街 在一名41岁男子离开住所要去挪车时 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大约25分钟之后 第三起袭击发生在帕森斯大道和阿切尔大道交界处 这名36岁的受害者在去上班的路上 登上了一辆MTA公交车坐在嫌疑人的旁边 然后受害者和嫌疑人就一个座位发生了狗角 警方表示他们都在帕森斯大道和阿切尔大道下车 嫌疑人在那里刺伤了受害者一次 然后步行逃跑 警方认为里格尔还是最近几天至少另外两起袭击的幕后黑手 也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花园的统一街区 警方认为他曾于周二午夜时分在158街和134大道附近 刺伤了一名34岁的女性 当时他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警方还将他与1月8号发生的第五起案件联系起来 当时一名61岁的男子在157街和137大道的十字路口 被刺伤了被捕 警方表示所有受害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预计都会康复 警方表示这些袭击都不是受害者挑衅导致的 警方还在调查这个人是否可能是布鲁克林 另一起地铁刺伤事件的凶手 视线转向美西 加州警方称 一名在元旦后失踪的华裔女性已经被发现死亡 据信她的丈夫在新年前夜将她杀害 并抛尸深山之中 来看报道 加州警方称 一名在元旦后失踪的华裔女性已被发现死亡 据信她的丈夫在新年前夜将她杀害并抛尸深山中 Los Gatos警方在周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上周六 执法人员在圣克鲁斯山脉发现了40岁的鱼银银的尸体 受害者余颖颖和嫌犯丈夫耶格尔都生活在Los Gatos 这里距离弯曲不远 与硅谷经济紧密相连 属于富裕社区 警方称 是余颖颖的雇主联系了警方 称此新年过后就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警方随即于1月8日开始调查 警方在调查中获悉 余颖颖曾被列为新年夜一起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上周四 耶格尔因与该家暴事件有关的指控被捕 并被关进圣克拉拉郡监狱 进一步的调查 将警方引向耶格尔早些时候 去过的圣克鲁兹山脉的一个偏远地区 上周六 调查人员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警方有理由相信 尸体属于运营 但最终还需要法医办公室进行正式确认 根据监狱记录 耶格尔因与谋杀有关的指控 仍被关押在圣克拉拉郡监狱 不得保释 周一 爱荷华州举行了首场共和党党团会议 这也就意味着2024总统大选正式拉开帷幕 全美其他地方的初选将陆续开始 今天我们就和本台记者Coco来谈一谈选票那些事 Coco你好 想先问一下 你是如何来看待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呢 思思你好 爱荷华州在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 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的 各路参选人在爱荷华开跑 和其他大部分州不同的是 爱荷华州采取的是党团会议 一种相较于初选更为复杂的程序 不仅选民需要到现场投票 参选人或参选人的代表 也需要到现场向选民发表演说 在首场角逐中 前总统川普以51%的支持率 获得压倒新的胜利 博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分别以21%和19%的支持率 获得第二和第三 这是选民首次能够以直观数据 看到参选人的差距 而不再是预估 有媒体表示 爱荷华州市大选结果的风向标 但我个人认为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不过因为是首场竞选 受到的关注程度是比较高 我想这次选举结果 应该会对参选人 和他们背后精确的心理 产生一定的影响 毕竟获得政治现金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用水票说话 没有人愿意潜打水票 首场竞选也是试水 结果不好就可以立马退出 就像排名第四的企业家 拉马斯·瓦米一样 周一当晚就宣布了退选 转而支持川普思思 2024年总统大选已经开跑 那么口口你所在的芝加哥 什么时候开始投票呢 芝加哥的选民 从2月15日起 就可以在市中心的超级投票站 进行初选的提前投票了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选民必须登记才能够进行投票 没有登记的选民可以在现场登记 再投票 提前投票我们也报道过很多次了 投票过程是比较方便快捷的 选民还可以使用中文投票 希望今年能够有更多的华人参与投票 说到选票上周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数据 显示说过去20年亚裔合格选民全美是增长最快的 过去4年的增长大约200万合格的亚裔选民 预计11月大选将有1500万名亚裔 有资格参与投票 对此你怎么看的 合格的亚裔选民大幅增加是必然的 因为亚裔在过去10年人口增长最快 但需要指出的是亚裔合格选民的增加 不等同于亚裔投票率会增加 很多华人是公民符合投票要求 但没有注册成为选民 即使注册成为了选民 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投票 再次提醒大家 只有投了票 你的需求才有可能会被关注到 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中 选票代表了一切 过去几年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亚裔华裔在政治方面的觉醒 就拿刚刚过去的2023来说 芝加哥选出了该市历史上 首位华裔市议员李慧华 他的胜出是离不开华人的支持的 当佛州推出全美首个限制部分华人 在当地购买不动产的SBR64法律后 全美各地华人团结起来维权 不少人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排华法案2.0版本 之后我也在社群中看到了 更多的华人开始讨论如何选出符合自己 利益的代表 不要再当亚裔 给大家分享两个关于SBR64的最新消息 周三 华美维权同盟表示 联邦第11区巡回法院 已经同意了华人原告律师团的诉求 加速SBR64案的审理 朱可亮所在的律师团队分析 这个批准意味着上诉法院将迅速对临时禁制令 作出判决 一旦法院同意颁布禁制令 那SBR64法律就暂时失效了 所有人就可以自由买房了 另一方面 在刚刚开始的2024佛州立法纪 参众两会中都有要求修改SBR64法律的法案 其中也明确指出 把Domasa住所的定义改为 如果一个人在该州居住了183天或以上 就符合住所的定义 换句话说 你在佛州住满了183天就可以自由买房了 先不说诉讼是否会成功 法案是否会通过 就华人从法律和立法层面双管齐下这个行动 我个人认为就应该值得鼓掌 是华人在维权更好地融入社会的一大进步 我也会持续关注该事件的发展 思思 好的 谢谢Coco 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采访和连线报道 那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玉卫生行美国花旗生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中国收获 花旗生中美陆路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